美航母逃算后,以色列遭遇重击,胡塞武装直击以首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实军,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以色列首都遭遇重击,美航母逃算后,中东大乱斗升级 在美国航母逃离红海后,中东大乱斗再次升级 7月19日凌晨,国际公认的以色列首都特拉威夫遇袭 一架大型远程无人机绕过了以色列的拦截系统 在没有引起乙军警报的情况下,袭击了特拉威夫市中心 造成了一死四伤 事后,胡塞武装发布声明,说这次袭击是他们干的 用的是一款名为雅法的新型无人机 此次袭击意在表明,胡塞武装将继续和加沙战争中的 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打击以色列 同时证明,特拉威夫市是胡塞武装武器射程内的主要目标 以色列估计也纳闷,胡塞武装什么时候有了隐蔽性这么强的 大型远程无人机呢 下面伊朗也该很有发言权 被伊朗缴获数架大型无人机的美国更有发言权 其实,从美国航母逃离红海后,我们就应该能够预料到这个画面 因为美军在红海的存在,说好听点是保证红海航道的安全 但说白了,就是在给以色列当靶子替以色列挨揍 大半年下来,美国海军被揍得鼻青脸肿 航母都被干了两三次,只能落黄而逃 而美军这一跑,就没人能帮以色列牵制胡塞武装了 胡塞武装自然就能腾出手来,对以色列实施远程打击 当然,胡塞武装直接袭击以色列的后果就是 中东的大乱斗又升级了 以色列直接交手的目标又多了一个 需要防范的方向也多了一个 7月20日,以色列对野门港口城市和台达发动报复性空袭 据了解,以色列军方派出了十几架F35、F15侦察机和加油机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战斗机袭击了野门和台达港地区的胡塞军事目标 以报复近几个月来以色列遭受的数百次袭击 据以色列卫生部报告,以军对野门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八十多人受伤 当天晚上,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 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的行为作出回应,毫不犹豫地打击以色列的重要目标 袭击野门并不能阻止胡塞武装继续袭击以色列 就像英美联军多次袭击野门,也无法阻止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在红海的以色列船只 所以可以预料的是,接下来以色列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在加沙有哈马斯,北边有黎巴嫩珍珠党,东北方向有叙利亚民兵武装 现在,在野门胡塞武装还从南边偷袭,四面受敌的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什么战略纵深了 唯一能够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拖到特朗普上台 但问题是,在抵抗之户的群狼战术下,以色列还能拖得下去吗?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我们下期见